今天的行程轨迹大概是这样子的 从牛津火车站出发 大概走十分钟到达谢尔顿剧院 这里是牛津大学举行公共典礼的场所 这座建筑以古罗马时期U型露天剧院为原型 是牛津第一座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 离开剧院一面是著名的探西桥 它是一座跨越赫德福德学院两座房子之间的走廊 原本叫赫德福德桥 因为被认为类似威尼斯著名的探西桥 也就被称为探西桥 赫德福德学院是最早接纳女生的牛津学院 并不是博德利图书馆 是牛津大学神学院的一部分 而是神学院是博德利图书馆的一部分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博德利图书馆一直是英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 六十年代初才让位于大英图书馆 伟大的诞生并不容易 牛津大学曾一度卖书卖家具 十六世纪再把空屋一屋的图书馆 改造成为医学院 之后惊讶地发现 自己居然没有图书馆了 直到十七世纪 才恢复了神学院的老图书馆 据杨将先生回忆 钱中书将此图书馆称为宝渡楼 神学院的穹顶 是中世纪欧洲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 这里也是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的拍摄地 拉德克里夫图书馆 常被视为是牛津大学的象征建筑 其外观是意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建筑 它也是博德利图书馆群的一部分 万灵学院得名于万灵节 它的独特之处是所有的成员都会自动成为院士 没有本科生 入学考试曾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考试 据说五百多年以来 万灵学院只遭受男生